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今天的对手与上海上港队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的 因此本场比赛我们也是以6比0的大比分拿下了对手 本场比赛应该说前场的各个进攻点应该说是多点开花 并且也是零封了对手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 球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 包括在换上场之后的年轻的小将也是有破门的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说本场比赛虽然说我们和对手也是在实力方面有所领先 但是应该说这场比赛的一个表现还是能够证明 现在球队也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球队将在18号迎来本次东信的第二个人赛对手 莫斯科斯巴达队应该说这场比赛相对来说 会对我们球队的实力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球员对本场比赛会做出一个怎样的评价 首先可能还是很高兴吧 因为新年第一场正式比赛 取得胜利而且是在国外和一个外国对手较量 我觉得今天这场胜利也不能完全说明什么吧 因为可能对手和我们的实力上还是有所差距的 我觉得下面一场比赛应该是对我们更大的考验 是检验我们这段时间以来训练的成果 因为这段时间抓的防守上面比较多嘛 再说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他们的攻击力也很强 然后各方面的身体 我觉得综合实力应该在我们直上吧 所以说是对我们这些日子以来的训练成果是最好的一个检验 那从体能上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觉得这么久不达不达正式的比赛 觉得体能上今天比赛怎么样 体能上我觉得还可以吧 大家这段时间都练的挺累的 都是基本上都是一天两天 剩下午都要训练 在体能的储备上还是跟得上了吧 不是说打半场比赛或者打半场比赛 或者就是说体能跟不上 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 各方面我看大家的状态都还不错 那这场比赛很棒 只有开始的比赛 我们还需要更改善 但是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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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场比赛还不错 而且这才是赛季刚开始 而且我觉得我进球还有助攻来说 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队伍能够配合的比较好 最重要的比赛是在30号那场比赛 那你个人而言对30号那场比赛 现在来说会有怎样的准备 我认为这场比赛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肯定要每天继续训练 而且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教练 而且包括各方面也是比较新的 比如说新的战术 我们当然现在也在适应 我们需要每天的训练当中 进一步的去提高 然后为30号的比赛做出更好的准备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赢一下那场比赛 然后在18年能够拿更好的场景